莫克的抢诗局的比赛,今天晚上 全王十五 全球发售的第三天 豪华版 现在是2022年2月17号 晚上的0.03分了 大家好,欢迎朋友来到洪中哥游戏 这场对决是全王十五中日比赛 左边中国的右边是日本的 日本的莫克号称日本第一沙皇 不知道他在全王十五他的杀人库克里怎么样 据说是他开发出来了 全王十五库克里的 全新的 连招 他的手法是选择温尼莎 温尼莎在这一度 回归了 十四里面他是没有的,十五里面他回归了 缺乏 小二的罗伯特 哇,你看发现没有,温尼莎这个出拳 肚子就多么快,看不清他的 实体的国康也都引过去了 罗伯特干掉对方的 温尼莎对方中间是选择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他的皮鞭哪去了,我记得他有个皮鞭的 他的皮鞭哪去了,鞭子哪去了 哇,可以可以啊,默克把这个伊丽莎白搞的还是不错的 有人知道伊丽莎白第一次登场是在拳黄奶舵吗 来看看拉尔夫作为小孩的中间登场 手里大量也是选择特瑞 九九不对啊,不是九九啊 拉尔夫在本舵的实力也有其用 一个突出的体现 还有非常加大 库克里来了 咱们看看在拳皇十五 拳皇十五的库克里 十四的库克里 莫克的库克里 号称日本的一山皇 第一杀人 动作一如既往的迅猫 小孩这里接上了一种幻影 库克里继续旋转转脚 引沙分身 底部 你发现没有 感觉速度比十四还要快的 能一点点 小孩超差凹一下 哎呀 太慢了 他是想用这种来对空 可惜呀 太慢了 摆泡子实力太长了 特瑞 这个是特瑞 没错 你没看错 他这个用的是 豪华版特瑞的限定皮肤 限定皮肤 你买了豪华版 他会赠你两个皮肤 一个是特瑞的狼之印记的皮肤 就是狼之印记里面特瑞的造型 还有一个是利安娜的 就是老经典的九七的造型 不戴帽子 特瑞 如果说你玩过 狼之印记的话 就非常熟悉 这个皮夹克 好了 又是个大跳的重腿 感觉日本的 莫克 打脚还是不行 现在是小孩先开张了 给咱们的中国小孩 抓个赞 兄弟们 OK 接下来的第二场对决 双方不换人了 继续开战 给咱们的中国小孩点个点点赞 好吧 点点赞 现在的对决 1比0 本场比赛 强势卫德 预告一下 明天晚上是 明天晚上是 中日三对三的 组织赛 明天晚上 中日三对三的 组织赛 喜欢咱们这个主播的话 大家给我点点赞 好吧 把咱们关注点点 加个团 月薪12000 到他们有没有发言权 宇航人力助理 一万二跟一千二啊 其实不重要 关键你不能你能不能把他搞定了是吧 来吧 来吧 弹反 温妮莎现在在日本那边基本上也算跟拉书一样了使用率非常高了下盘点再接一个ES脚前面之后再加一个莲物脚没完 现在对方还有一颗多一点血量 好大 哇 跟上把一模一样 是不是很帅 马哥 不要懂 莫克的实力 你们觉得比昨天晚上日本的M大是如何 软饭硬吃才是本事啊 国语小吃贵 民宿 你喜欢拳王吗 喜欢拳王 你可以加个团啊 兄弟 加油 那现在左边是小号右边是日本的杀皇 莫克 莫克手里大将 库克里出来了 欢迎跟上去追压一个普通莫段 帅气 还没完 可惜没有气了 终于有颗气了 提上去 起马鸡抱去 但是打不死啊 一气伤害真的很低啊 不过已经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再次被想要拿到了一分二比零了 好 三对 中纪 中纪 好